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四十六课 这就是Lesson 46 Hobbies 业余爱好 那么这篇文章作者很了不起 他是英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 演说家 又是文豪 就是温孙丘吉尔爵士 那么丘吉尔爵士工作和爱好都做得世界低档 他的工作方面做到了英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手下 爱好方面又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 所以他写的这篇业余爱好 一定值得大家好好去读一读 因为他工作和爱好关系处理得太好了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打开教材269页 咱们来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好 动作快一些 269页 跟老师把生词短语大声前读一遍 Read after me Gifted Gifted Psychologist Psychologist Spasm Spasm Futile Futile 那么在美式发音 有的是把I变成O的音 这么读也行 再来一遍 Futile 甚至读快了之后 这个t会轻轻的诸化症呆的声音 在那边 Futile Futile 好 Insinuate Insinuate Convulsive Convulsive Illu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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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ue Andue Grip Grip Recuperation Recuperation Improvise Improvise Sedul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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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ify Vivify Aggravate Aggravate Trifling Trifling Gratify Gratify Ca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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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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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tically Frantically Av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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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e them Bore them Cletter Cletter Sus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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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etite Appetite Gr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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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or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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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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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这个书的生死后短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看其中的一些重点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 咱们先看一看这个 有天才的 有天父的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Gifted Gifted 这个词可以跟天才天父这个名词同时记 就是把异地去掉之后这个Gift 因为Gift本来表示礼物的意思 天才天父一出生就具备的东西 是上帝给你的礼物 所以名词可以用Gift 它跟另外一组词同时记住 有才华的 可以用这个形容词 在大声音里面 Talented Talented 有天父的 有才华的 尤其表示天生就有着能力的 它的天父才华这个词 也是把异地去掉在那边 Talent Talent 这组词和同时记 形容词可以用Gifted Talented 名词用Gift 或者Talent 表示天父 才华 那么 表示有天父的 有才华的 有的时候还可以用这样一些词 就是Natural 还有Born 就是天生就要具备的 一天生就有这个能力的 用Natural 或者Born 都有表示类似的词 比如说 他是一个天生的领袖 天生有这个才华 He is a natural leader 或者He is a born leader 天生就是领袖 就是孩子王 往这一站 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话 这叫Natural 或者Born 有这个 那么同样 在某些方面有才华 咱们看这搭配怎么说 有一个精彩搭配 叫Have a gift for 或者Have an aptitude for 顺便可以把这名词记住 Aptitude 一般也是指天父的才华 跟老师大声那边 Aptitude Aptitude 一般也是指天生的才华 更常见一些 注意后面介词 跟for搭配 某方面有才华 有天父 比如说 Mozard had a gift for music 莫扎特有音乐才华 可以这么说 对吧 或者干脆用第二个搭配 Mozard had an aptitude for music 用Aptitude也行 这是在某些方面有才华 这是咱们把有才华相关的 形容词 名词和动词短语的搭配 同时记住 好 第一个重要词 等老师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暗示 或者本文中书面的含义叫 使悄悄的潜入其中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insinuate insinuate 好 这个词表示暗示 是我们在24课就讲过的这个意思 24课在论美那个时候 讲过好多暗示的同一词 其中有一个就是它 表示暗示 比如说 What are you trying to insinuate? 我们试图暗示什么呀 你说清楚 暗示就是不直接的表达 暗示 那后面嘉宾与同学想 Are you insinuating that I smell? smell 就是动词发出气的意思 你是不是暗示我身上有味儿啊 你说清楚怎么回事 暗示叫insinuate 有这个意思 暗示 那么 在表示暗示的同一词 咱们回顾一下 它的动词就是有 咱们回顾一下 表示暗示的可以有 imply suggest intimate 还有我们说的hint 这几个动词 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24课讲的中心词 还记得吗 是intimate 对吧 我们大声来面 imply suggest intimate hint 注意不要读intimate 就是intimate 是形容词亲密无间的 动词就是intimate at在动词里面发ate 这个声音 那么它的名词形式 一个一个顺便记住 比如第一个 insinuate 变成insinuation imply 变成implication suggest 变成suggestion intimate 变成intimation hint 表示不变 保持不变 依然是hint 咱们名词顺便的一个一个再读一下 insinuation implication implication suggestion intimation hint 注意再讲那边 不要读hint 它不是发e 这个字母爱发en en 而不是in 这个声音 不要读hint 在里面 hint hint 这是第一个意思表示暗示 这个意思咱们的24课谈过 这主要是复习 但本文中呢 它表达另外一个意思 表示这个意思更为文奇一些 表示是悄悄的潜入到什么什么之中 它表示 to get into a situation or position by behaving in a way that is not sincere 就进入到一个情况状况的里面去 或进入到某一个处境里面去 是什么呢 通过一个不是特别真诚的方式 偷偷摸摸的 悄悄的 念了骨筋的 潜入到什么什么之中去 叫insinuate 这时候可以自己搭配 本文中也是老老师用的固定搭配 叫insinuate a into b 使a进入到b里面这个状态去 是悄悄的潜移默化的 黏了骨筋的进去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over the years she insinuated herself into the great man's life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潜移默化的 潜移默化的 润无戏无声的 进入了这位伟人的生活 可能慢慢一开始交往 后能慢慢熟悉 最后成两口子了 潜移默化的 悄悄进入这个状态之中 可以用它 再看一个例句 he has ways of insinuating his ideas into the brains of his followers follower 就类似于disciple 追随者信徒 他有一些方式 是什么样的 能够潜移默化的 让他的思想 进入到他的追随者的头脑之中 他并不说灌输的方式 不知不觉的 润无戏无声的 让他观念被追随者所接受 悄悄地强而其中 可以用它 这是insinuate的两个含义 第一个是复习 第二个是咱们本科书中的新的意思 这个单词给老师看了这 那么下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紧握抓牢或者派生意 表示理解掌握 那么很好理解 抓住了核心不就理解掌握了吗 本意表示紧握或者是紧紧的抓住 抓牢有这个意思 那表示紧握或抓牢 它有一些同一词可以跟它替换 比如说grasp 这两个词都可以表示紧紧抓住 那表示派生意也可以用它们两个词 我们分别大声再读一遍 grip grasp 本意表示紧紧握住 紧紧抓住 当名词来用 比如说 don't loosen your grip on the rope or you fall 不要放松 我这个抓紧绳子千万不要放松 否则你就掉下来了 loosen 叫做放松 放松你的紧握 不就是比较松开手的意思 抓紧手的不要松开 要不然就掉下来了 再比如说 i tighten my grip on the handrail 我紧紧握住了栏杆 handrail叫栏杆的意思 tighten one's grip 跟loosen one's grip 刚好是反义词 握紧了 tighten 比较使 变得更紧一些的 这个含义 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 可以完全把它换成grasp 完全一样 那么grip和grasp 拍生意呢 都可以表示理解或者掌握 就是抓住了核心 紧紧抓住核心了 不就理解掌握了吗 看例子 she has a sound grip or she has a sound grasp of English 她对英语掌握的非常之好 sound 表示良好的 非常棒的 很坚固的词式的 健康的都可以用 她英语掌握情况非常好 紧紧抓住了英语的要点 可以有这么一个意思 这是grip和grasp 本意和拍生意 顺便可以记住 那grip有的时候做形容词 会出现形容词 gripping 什么意思呢 就是引人入胜的 吸引人的 这个时候一般咱们不用grasping 一般相当于absorbing 叫引人入胜的 因为grip 就把人抓住 就我们说的很抓人的 很抓人的 让人爱不释手的 目不暇接的 叫做非常吸引人的 我们分别读下 gripping absorbing 这个时候这俩词能替换 你比如说 a gripping detective novel 或者是absorbing detective novel 一部非常抓人的 吸引人的一部 侦探小说 这是grip这个词 它本身 所做的名词 两个含义 以及相过的同根的 一个形容词 顺便可以记住 这个词 就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使恶化 这个词 相关词 咱们在以前也讲过 今天有复习 有新知识 大声先读一下 注意这几乎动手 aggravate aggravate 就是to make something worse 使某个东西变得更糟 比如说 the pain will be aggravated by coughing 那么这个疼痛 可能会被咳嗽所恶化 这一咳嗽的一震 这个地方就觉得更疼了 对吧 就被什么什么恶化 be aggravated by 急语动词 可以用被动 那么 我们在当时22个讲过一个 形容词叫compound compound本来就是复合性的 但是它做急语动词 也可以表示使恶化 这是动词后制 中心后制 我们大声地讲compound compound 使用词复合的都是compound 大家还记不记得复利 叫compound interest law 但这呢 我们用compound 就是恶化 这个中言后语了 比如说 their domestic problems were compounded by stress at work 他们的这个家庭问题 因为工作上的压力呢 变得更为严重了 更恶化了 这时候跟那个be aggravated by 你看是这个两个搭配可以替换 意思是一样的 变得更文艳一些 还有个书面也叫exacerbate 一样是表示make something worse 也是急语动词 这三个可以同时期 都是急语的 我们大声在里面 exacerbate exacerbate 也是make something worse 是恶化 这个呢变得更重视一些 比如看例子 Ironically the government's reassurances may have exacerbated fear about the disease 这Ironically就讽刺意味的是 政府的一些安抚措施 却可能会加剧了老百姓 对这种疾病的恐惧 这个reassurances 经常用复述 可以不是安抚措施 抚慰措施 政府老百姓说别担心的 这病没有什么可怕的 说这句话之后 老百姓可能更可怕的 更害怕的 就觉得政府是不是在骗我们呢 这是exacerbate 叫使恶化的意思 那么很快回顾一下 这几个是急语动词 aggravate 还有compound 还有exacerbate 那么咱们回忆一下 如果表示不急语动词或动词单语 叫主意在变糟 在变差 叫get worse 不是make something worse 这不急语动词有哪些呢 主意本身在变糟 可以有 deteriorate degenerate 还有我们讲过的短语 go down hill 还记得吗 这几个是不急语动词 主意本身在恶化 我们大声来变 deteriorate degenerate go down hill 主意音节在down 这个音节上 在里面 go down hill 这个动语也可以表示 本身恶化 刚才的几个accurate相当于make something worse 这相当于get worse 或者become worse 别恶化了 不急语动词 同样的表示 这个减轻痛苦 缓和矛盾 使糟糕的情况稍微好一点 见头往上指了 我们可以用这两个动词最常见 大声里面 relieve relieve 减轻痛苦 缓和痛苦 这个救济 它的 人难民的危难情况 或者用这个词也行 在那边 alleviate alleviate 这两词强调 减轻痛苦 缓和矛盾 同样的 改善某个情况 可以用这个词 注意这些词一般都是起无动词 我们大声来变 ameliorate ameliorate 就箭头进一步往上 改善这情况 同样的 使变得更好 make something better 就是锦上添花时的了 我们大声那边 improve better enhance 当然这个better 当其无动词来用 使变得更好 相当于make something better 你看这是变糟 这是改善环节 这是变得更好一些 这使变得更棒 就箭头 这是往下的 往上一点 往上到了中间 往上变得更棒 这几组词可以放在一块大声 我们再读一遍 先读一下恶化 deteriorate degenerate go downhill 再看一下 缓和了这个痛苦 缓解了痛苦 relieve alleviate 再读改善了情况 ameliorate 再说使变得更美好 improve better enhance 好 那本文中使恶化呢 再回顾一下 aggravate compound 还有exacerbate 这个单词没办法 就大量的重复 把要点记住就好了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这个 满足使满意 我们大声读一下 gratify gratify 使满足 使心满意足 特别类似于我们的同一词satisfy 这两词几乎一样 我们说gratify搭配呢 一般用在这个搭配 be gratified to see to hear to learn 那么满意的看到 满意的听到 或满意的获悉了某个情况 非常类似于这个be satisfied to do 跟他类似 就做模式非常满意 比如说看例子 John was gratified to see the improvement in his mother's health 约翰看到母亲健康改善 觉得很满意 这相当于be satisfied to see 搭配完全一样 这可以替换 那么同样的我们进行 还可以说满足了某人的 怪念头奇思怪想 gratify one's whims or gratify one's caprices 本门中生死中就出现了caprice 叫奇思怪想 怪念头 它跟wim是突发的怪念头类似 我们把这中心名词 怪念头 古怪的一时冲动的想法 我们大声读下 wim wim 那么这个单数去掉s 再看第二个词 这个单数同样去掉s 大声那边 caprice caprice 古怪的念头 突发性的一些奇怪的想法 满足了某人的奇思怪想 可以用它 这里面也可以换的satisfy 也可以 还有一个表示使满足 这个也是本文中生死中出现 只不过生死中出现的是名词 就是动词形式satiate satiate 也是表示使满足 使满足的什么程度 满足的几乎都生厌了 使厌足了 这个东西太多了 都想吐出来了 使生厌的令人生厌的满足 叫satiate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字母t 发sh 这个声音 再来遍 satiate satiate 你比如说 nothing seem to satiate people's need for gossip 没有任何东西看似能够满足 人们对流言蜚语的需要 大家都需要 这样一些流言蜚语 特别是明星的绯闻 大家爱听 都喜欢 satiate 叫令人生厌的满足 叫satiate 可以用它 还有我们先讲的类似的 表示迎合也是使满足 咱们可以用cater to 或者cater for 就迎合了 有时带有些贬义词的味道 cater to to是借词 或者换成借词for 都可以 这是使满足 迎合相关的词 可以同时记住 它的名词形式 可以用gratification satisfied 就是satisfaction 对什么什么的满足 我们大声读一遍 gratification gratification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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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satia这个词的名词形式 就是令人生厌的满足 这个感觉 在生死表中会出现 就是本课中另外一个生死 同时记住 satiation satiation 令人生厌的满足 好 这几个满足相关的词 老师放在一块 把它分析清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把它记住就好了 下面再看一看一个重点词 叫做为什么什么 报仇学恨 大声读一下 注意字母 v出现还是上压 出现什么v 这个动作大声里面 avange avange 为什么什么 来报仇 注意哦 它是极无动词 后面加冰语的 为什么报仇 he has devoted the past five years to avenging his daughter's death 注意 在这里面这个to是借词 它来自于咱们三次讲过的devote 和我们跟时间和经历 再加借词to 把什么什么 花费这么多时间精力来做这个事 这个to是借词devote a to b 把a这东西完全奉献给了b了 这to是借词 它花费了过去五年的时间 来为他女儿的去世而报仇学恨 为某事报仇学恨avange something 注意这是极无动词 如果要向某人报仇 向某人报复 这有这么一个搭配可以记住 叫avange oneself on somebody 就向某人来报仇 来复仇 后面跟反声带词 再加这次on 再加你要去干掉的 或者要去报复的那个病 比如说 she avenged herself on her father's killers 他报复了那些杀死他父亲的凶手 向他的杀死父亲的凶手们复仇了 就是avange oneself on 可以投射几种 这个avange有一个同义词 搭配用法几乎完全一样 就是revenge 很有趣 拼写变了一下 但几乎是个一体字 因为它的含义包括搭配都完全一样 我们大声再度下 revenge revenge 它的本义也是为了冒失而复仇 你比如说revenge one's death 为某人的死而报复而复仇 revenge a defeat 为一次失败而复仇而报复 可以用它 同样的要向某人复仇 搭配跟avange都一样 就revenge oneself on somebody 向某人报复 你比如说 Eric wanted to revenge himself on John for the insult 埃里克打算要怎么样 向约翰报复 为什么 就因为这次侮辱 因为约翰侮辱他 他打算报复约翰 revenge oneself 加戒此 on 就好了 这个avange跟revenge 可以同时记录 注意这两个都是极无动词 都是极无动词 但是比如说报复 还有不极无动词 英语中特别讨厌 尤其书面中 这搭配也甚至很微妙 就像无边的海洋一样 但这常见词 咱们至少应该知道 我们大声读一下 这不极无动词 retaliate retaliate 这就是报复 就是报复 它是不极无的 比如说 the british government retaliated by breaking off diplomatic relations 这就是报复复仇 是主动的 后面也没有避允 这是英国政府报复 通过什么方式 通过中断外交关系 这个方式来进行了报复 叫retaliate 如果非要用这个词 表示项目而人报复 他不极无的 后面加起词against 就好了 叫retaliate against 向某人 向某人某物复仇 比如说 the army began to retaliate against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这个部队开始向平民百姓来报复 就刚刚在这部队攻城的时候 可能百姓跟守军一起联手 杀死了好多进攻的敌人 最后城市被攻破了 现在这帮部队开始向百姓在报复 在杀死平民百姓 这叫retaliate against 主要retaliate是不极有动词 这是看到几个比较正式的用法 那么在口语中呢 不喜欢用这么大根的词 口语的表达非常丰富 比如说可以用get somebody back 或pay somebody back 这个字面意思好像是还钱 在这其实是报复 如果说为了某事呢 可以后面加起词for 如果不说为什么某事 for可以去掉 你比如说this time you beat me and sometimes I'll get you back or pay you back 如果为了这是for this 可以加人家for this 那如果不说为了事 可以把它去掉 这次你打了我了 有朝一日 你看我一定报复你 叫get you back or pay you back 为什么我是for some day 就好了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搭配叫get even 也是报复 就类似咱们中文说找齐 你打我一顿 我也打回去来找齐 也是报复get even 我们大声读一下吧 get even 如果像某人报复get even with somebody 就行了 向他报复 what can I do to get even with him 我能做什么 能够找回来呢 把我被欺负的事 能找回来呢 向他报复 来找齐 what can I do to get even with him 就相当于avange myself on him 有这意思 或者retaliate against him 你看这几个搭配把它弄熟了 就好了 get even 这是我们表示 报复几个相关的搭配 咱们可以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 就好了 好 这个重点词跟老师看到这儿 46课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来看一看 怨恨 不愿意 不乐意 这个在三册讲过 有复习的知识 三册27课见过这个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grudge grudge 做动词表示怨恨 心怀不满 或者不愿意 不乐意 不乐意做这个事 不愿意给这东西 我们看个英文解释 grudge means feel resentful about something 对某事心怀怨恨 这个resentful表示怨恨的 心怀不满的 对吧 或者是 do or give something very unwillingly 非常不乐意地做某事 或者非常不愿意给某个东西 令习他不想给 或不愿意做 就是grudge 这个用法 记住这个动词的搭配 我们直接加名词或动名词就好了 跟名词或动名词所逼语 grudge something 或grudge doing something 你比如说 he grudges her earning more than he does 他非常怨恨怎么样 这个女的赚钱比他多 他对此非常 心中很怨恨 很不高兴 就这么来说 再比如说 后面加名词 动名词表示 不愿意做或不愿意给 he grudges paying taxes 他不愿意纳税 这跟了grudge doing something 那后面跟这个钱也行 不愿意给这笔钱 he grudges the money he pays in tax 这两句话意思几乎一样 一个家的doing 一个家的something 对吧 意思一样 不愿意纳税 他不愿意给他纳税的这笔钱 意思一样 就是grudge 我们在复习复习 在第三册曾经出现过的这个句子 三册27盒里面这句话 讲流浪汉这个书不买也不卖 咱们看这句话怎么说 there are times when we would willingly give everything we possess to save our lives yet we might grudge paying a surgeon a high fee for offering us precisely this service there are times when 三册讲过就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乐意抛弃我们拥有的任何东西来救我们的生命 然而我们到了医院里边 医生给我们提供一模一样的服务的时候 我们去吝惜支付给外科医生高额的诊费 grudge doing something 不愿意付外科医生诊费 这是怨恨或不愿意 这是grudge 它的这个动词形式 它的名词形式 就是勉强的不情愿的 grudging 相当于大家更熟悉的reluctant 或者unwilling 咱们再读一遍 这是27个讲过 grudging grudging reluctant reluctant unwilling unwilling 意思一样的 叫不情愿的勉强的 grudge当动词来用也同样重要 它表示恶意或者怨恨 心中怀着的恶意或者怨恨 这时候咱们记一个搭配 叫怀恨在心 have a grudge bear a grudge 或hold a grudge 这个注意连语读 have up and have bear 跟up and bear hold 跟up and hold hold 连到一块 我们大声来听 have a grudge bear a grudge hold a grudge 好 这叫怀恨在心 咱们在三次就听过这么一道 托福听力真题 咱们再听听看 看看能不能迅速看出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好 我们先听一点 number fifteen number fifteen i wish i hadn't hurt mary's feelings like that you know i never meant to the great thing about mary is that she doesn't hold a grudge by tomorrow she'll have forgotten all about it what does the man say about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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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e he mad 人就说了什么了呢 我们看一个 commencer哪一个 叫 的 好 正确答应应该是B选项 She's quick to forgive people 她很快就会原谅别人的 为什么选B 把原文再看一看 Number 15 I wish I hadn't hurt Mary's feelings like that You know I never meant to The great thing about Mary is that she doesn't hold a grudge By tomorrow she'll have forgotten all about it What does the man say about Mary 这里面出现了好多发音的要注意事项 第一个女女的说 I wish I hadn't hurt Mary's feelings like that 我希望我没有那样就伤害了玛丽的感情 hadn't 她没有动的hadn't 李老师说过 dn还有tn 在读快了以后 口香不爆破 这t和d不做动作从鼻子出来 hadn't 被那hadn hadn 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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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子发声 hadn't hadn't heard many feeling like that in and are meant to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打算伤害她的感情 mean to do 是打算要做模式 第二个男说没关系了 The great thing about Mary is that he doesn't she doesn't hold a grudge hold a grudge 链到一块 but tomorrow she'll have forgotten all about it 到了明天她把这些都忘了 she she love 怎么有个love这个声音呢 she 有后面一个l 这个have 是主动词 主动词一般会弱化 就是把hav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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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原因也都变了 这个轻辅于H呢 后面是原因前面是辅音 连读是H会打穿 这H就不发音了 sell her books 那个her里的H就被打穿了 sell her 前面是L 后面是of H被打穿 后面是shilab shilab forgotten all about it forgotten 又变成forgotten 又是笔箱包裹 all about it all about it 中间有连读all about it 中间这个字母替着话了 最后这个t 听不到十句包裹 所以我们读一遍 all about it all about it 是证明 by tomorrow she'll have forgotten all about it 明天他把一切都忘光了 我们再听一遍吧 number fifteen I wish I hadn't hurt Mary's feelings like that You know I never meant to the great thing about Mary is that she doesn't hold a grudge by tomorrow she'll have forgotten all about it what does the man say about Mary 他明天把这些都忘了 他不会记仇 什么意思 他很快会原谅别人 没关系 明天两个人又是朋友 这是我们46课 生词和短语 跟老师就看在这 生词讲完了 并不代表大家马上就会了 希望大家一定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关键支点 特别一些重要搭配 把它记住 印到我们的脑子里面去 否则的话 讲了半顿白费了 为什么 英语不是知识 它是一个技术 技术一个字要熟 好 生词短语就看到这里